疫情当前又有所谓的超前预言嘛 所说的是南头县草存镇的雷藏寺 最近在登山客之间一起热烈讨论 说的是什么呢 大门外的博凯上有句话写着 一切时钟皆景祥 就这时钟刚好跟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钟的名字一模一样 十多位登山客聚集在雷藏寺的博凯前 大在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钟 因为这里有不景象和时事不谋而合 冥冥之中就已经注定我们这次的疫情 在我们的陈时钟的领导之下 一定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 每个登山客上来都看到那个记都说 真的很巧 南头草屯雷藏寺大门外的博凯上头写着 咒吉祥 夜吉祥 一切时钟皆吉祥 其中时钟两个字正好就是 中央疫情指挥官陈时钟的名字 过年前我们就会有一个新婚 新春的祝福的话语 祝福大家在一年的当中 吉祥平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还是要跟大家报告 陈时钟只要一现身就让人觉得安心 他除了出席每天的例行记者会 还要到立院备巡 亲自到检疫所 关心民众的隔离状况 就像时钟一样一刻也不停歇 也让台湾的防疫表现 全球有目共睹 是有瘟疫 这个疾病 这个超级的细菌会出现 而真佛宗创办人 连生活佛卢顺燕 在今年年初曾提到 今年会有超级细菌出现 和武汉肺炎疫情不谋而合 再加上博凯上的寄语 一切时钟皆吉祥 接连巧合 让民众近乎连连 记者 微笑宇航 点头报道